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华为还发布了最新旗舰产品华为晴云L420笔记本电脑 这款产品的最大亮点在于搭载了麒麟高端芯片9006C 为何说这款芯片属于麒麟高端芯片 最大的原因就是这款芯片属于5纳米 整体性能要比上一代麒麟9000强的多 可是这款新产品的发布却让美国无比纳闷 甚至可以说美国都懵了 因为不知道是哪家公司如此大胆 敢在华为被美国制裁期间还偷偷替华为生产高端芯片 对此外界认为不外乎以下两种原因 首先是三星和台积电偷偷供应 毕竟美国的高通绝对不可能替华为生产芯片 可是按照三星与中美两国的关系来看 这家公司很有可能也不会替华为生产芯片 那么台积电有可能吗 要知道该公司可能被迫向美国提交了核心数据 从理论上来看 为华为生产芯片的可能性也不大 其次就是华为在麒麟9000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 升级出麒麟9006C这款芯片 所以目前外界对于究竟是谁这么投帖 在这个时候替华为生产芯片一事产生了质疑 当然最客观的说法就是 这款芯片是在美国对华为制裁之前 由台积电负责生产 只不过当时华为并没有将其直接运用在产品中 而是等到合适的时机 再为这款芯片找到合适的产品 如今看来也许只有这种说法比较可靠 虽然华为也具备研发芯片的能力 可是在没有高端光刻机的情况下 似乎无法生产5纳米级别的芯片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只能理解为是华为动用了库存芯片 毕竟此前华为可是台积电的大客户 不排除华为早已料到美国会对自己进行打压 所以提前让台积电生产5纳米芯片的可能性 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难理解 这款高端芯片究竟是从何而来 因此最终可能还是会追查到台积电的身上 如果情况属实 即便是美国也无计可施 毕竟这不是发生在美国制裁之后 因此只能选择被迫接受 1个月 1个月 感谢观看